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去画 当然现在只能画两年的资料 两年 因为我只有做2015跟2016 请问你会不会再做2014跟2013 当然会 这个我们先跳过 我们先来画像左边这张图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不是折线图 我的方法绝对是画折线图 先选画图目标 先选视觉效果的那个目标 例如说这个折线图 第二件事情做什么 第二件事情请问一下我是不是要去画出各年的销售资料 所以这边是不是要用订单日期 然后接下来我要放的是什么 我是不是应该要放2015年的销售 以及2016年的销售 可是在这个地方呢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订单 我们应该要选择什么 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然后这边是不是看到2013 2014 所以我们是不是 我等一下我这边更正 您看一下哦 这边是不是 我加了2015跟2016的值进来 可是呢 我们应该要看的是不是 就是各年的各月的资料 所以点它 点它 为什么点这一个 因为我们要去做1月到12月 1月到12月的一个视觉呈现 你仔细去观看一下哦 这边是2015年跟2016年 这是绿色线 这个绿色线是2015年 然后呢 这黑色线是不是2016年 然后是不是这两年的比较分析 就呈现在这边了 有看到吗 好 那你一定会好奇的问一下 请问这两个差在哪里 这两个差在哪里 这个是叫进来在做计算 而且没有任何那个值在里面 这个呢 这个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在提取 提取1月份 你会不会提取出来 1月份这个值 会了吧 因为这个1月份这个值 我刚不是教你那个 2015年 这个是2016 2016年 请问可不可以再设一个条件 我要 Generally 就是Months 然后一个订单日期 等于1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个数值了 可是我要告诉你 这张报表里面 任何一个数值 你都不会提取 你不会提取 你就不会计算 可以了解吗 举例来说 在这张报表里面 是没办法提取任何的数值 可在这张报表里面 我们是可以再提取出来 例如说1月这个数值 是多少 甚至可不可以再往下 例如说 假设我们 假设我们今天去看那个 1月 假设我们去看1月 就是这个是第一季的1月 然后有看到吗 这就是每一天的变化 全部都可以提取出来 然后来去做比较 这一张图 对不起 任何数值都提取不出来 好 请问一下 这一天你会被提取 会吗 这一天它怎么算 这一天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用 这个是2015年 所以2015年的什么 年 year是2015 month是1月 date date date是1 可以吗 是不是就可以提取出来 这个数值是多少 那结果现在说的意思吗 这张图一定要会画 我们重画 而且还蛮简单 而且很快速就可以 画完了 我重画一次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先去画一张图 所以先选视觉报表 在这个地方我选折线图 那折线图 我现在是要去做日期的比较 例如说2015年跟2016年的比较 所以我的这个轴 这个X轴一定是放什么 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完毕之后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应该 我放的是2015年跟2016年 这两个数值 呈现折线 呈现我们的折线 可是 这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就2015年跟2016年 这两个值 所以 我们要往下 往下是不是就变成第一季是多少 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再往下 是不是就变成了12个月 12个月来去呈现 而且这个运算到时候是直接马上跳出来 因为这都已经帮你算好了 这我们都已经算好了 然后这个它会随着你的资料量很大 它可能会到时候跑不出来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完成这张图表 那通常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画图 画完图之后 画完图之后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来去展开 来去看一下 请问这张图 你看到些什么 如果你是老板 如果你是老板 请问你要提问 什么问题 你要问很多问题 例如说11月 对吧 我们大概预期知道说 它有逐步上升 这是可惜的 可是为什么11月反而下降 我想如果你今天你是老板 你一定会问 所以真的请你们 一定要去掌握这样子的事情 可是我真的要告诉你 这都只是以上的想法 以上都做得到 这张图难道以上做不到吗 做得到 可是接下来 你要开始思考 有太多东西在这边了 举例来说 为什么123月它会很低 为什么到了7月 本来不是已经上升了吗 为什么到7月又下降 接下来 这都是从图报表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 也许它会有那个关联性 什么关联 你看连蝴蝶在这边拍一拍 都会影响到整个地球的对岸 那个关联是什么 所以真的麻烦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其实我们未来 我们还希望在这上面 学到更多的资讯 例如说预测